接著看第五場賽事 第五場是四班的1200米 大二門開飛時日日靚 3.4倍 過園關之後很分左 上到4.8倍 不臨氣搶回大二門地位 再熱一點 下到2.8倍 勝出魅力有過關飛 最熱的時候下到4.7倍 開跑時回到8.2倍 正本歡心開飛5.3倍 過園關之後5.5倍 開跑時6倍 第五場四班1200米 今晚拆兩組 三支的頭關 起步的時候出得快一點 歡樂好友就快一點 外檔不斷騎上來正本歡心 想帶頭 內檔這馬起步都快了 桃花勝來的 大外檔埋近來就劍在九天 然後得益良多 就沒預期那麼快 第五位到外檔全心全意 埋藍那邊大滿日日靚 再兩個馬位之後都很多馬 天賜寬暫時在外碟來 內檔那匹就勝出魅力 起步比較慢一點 拍著他的正時機 暫時在尾那兩匹 背著有危君子 脫節那匹暫時初出馬的淺途永恆 上大石斜坡的時候 正本歡心單騎帶的 今晚就不利放 看看判斷怎麼搞 首位大位是桃花勝 桃花勝是桃花勝是桃花勝 二碟那匹就劍在九天 然後就歡樂好友 又是靚上了一點 反而全心廚英外檔是退的 再跟著勝出魅力 得益良多 然後有危君子 天賜寬正時機 包含還是淺途永恆 入隊最後直落的時候 前面暫時還是正本歡心帶頭 看看走得多遠 後面上來的馬 天天靚已經不放過他了 內檔上來還有一匹勝出魅力 外檔那邊是歡樂好友 中間桃花勝是瞭瞭瞭瞭 還有百多米時候前面 正本歡心有點轉弱 天天靚鬥後勁 耍加過他 外檔蓋上來歡樂好友 過蹤第一名日日靚 第二名結果就正本歡心 第三名歡樂好友 第四名勝出魅力 其實這場的步速也操控得很好 偏慢的這場步速 所以正本歡心也叫勉強頂到第二 而如果正常捕捉 我想他這條跑道也未必有第二 這場比標準時間都萬零點61秒 因為早段也開到47秒 當然是慢了 很奇怪 臨尾那隻得益良多 現在黃武藍衫第六位 第五六位 臨尾下很多票 對,六格4.3倍 出閘的時候5.1 然後跑兩跑 4點不知4點多 對,4點3就剩下了 這隻馬不厲害的 丁尾良多 他是健康,但是他不厲害 今天好像也起了一步 他比預期更厚一點 可能當位好一點 可能是想著對手也不厲害 當位好一點 雖然之前都是周俊樂跑 但是當位好一點 這次可能就覺得形勢回來了 但他又不擅長追那麼多馬 你叫他追兩隻左右就行了 其實寬樂幾乎有第二 他是節奏了一點腳程 走出了一點 否則以他的走勢 他應該是第二 回來沒有,正本寬心 但實在因為正本寬心 撐的步速撐得好 剛剛夠撐住那一步 今晚寬頓的馬 不少是這些被迫著要帶頭 其實他控制得很好 不過沒辦法 他跑到第二算厲害了 對,待會還有 尾場那一隻也是 而且也不太上風 這組已經是藥組了 你想想日俊跑千二 今季跑多少場也贏不了 寬樂好友也未出頭 Q也未入過 寬樂好友 看看分段 頭段23秒9 第段23秒06 末段23秒55 總時間一分10秒51 是否會被迫著 現在四班千二跑馬地 不知道為什麼編排特別多 可能編排不是那麼多 拆組也拆到比較多 有時兩組有時三組 那些賽事水準真是 要困藥組 很多時候大家都 這隻是藥組出來 那隻又藥組出來 看到你頭都暈了 其實天天漂亮都不聰明 不過預掌一組 你真的很弱的對手 又比他贏得到一場 下次如果作弱一點 你真的要小心一點才是 不止這個谷草四班千二 田草四班千二 都是一些最熱門 最多馬去跑的那些途程 因為沒辦法 很多馬匹插班 就是四班起步 就是由短途的賽事起步 初三好像四班千二插兩組 三天都是 不過當然那些是多些初出馬的 跑馬地也沒有那麼多 但是沒辦法 這一半的馬跪 我相信未來四班千二 拆組是難免的 還有賽事水準 你看看有沒有新的馬加入 如果舊些的馬跑 就不要要求水準那麼高 真是幸運大抽獎 哪些內蕩的就看高一點 這一場回來 其他的馬 有些都是說說搶口 有偽君子那些 其他那些都沒有特別可以寄存 開始見到 一邊沒有批 即是我口中那些 都不知道怎樣贏了一場 很快捕捉那一場 那一場你永遠解釋不到 為甚麼可以跑得好 其他有些 有些是勝出魅力的 那些開始再近 遇到的不是很強 早上可能都可以上到 不過這馬看來要加程 短途應該不是很適合跑 好了時間差不多了 休息一休息一休息 回來再談第六場 中文字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